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伟生路对日本的这个旗堂的第一人锦商玉泰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盘旗 这盘旗呢是由这个高伟直黑 现在呢它与这个小街 这个NHK杯呢是一个快旗赛 和中国的CCTV杯 这个是赛制的是一样的 那么在快旗赛中呢 难免有时候呢会有一些这个计算上的失误 因为时间比较紧嘛 也可能呢旗普上呢 有时候不像那个慢旗啊 下得那么严谨 但是呢这个在快旗赛中呢 经常呢也会出现一些这个精彩的这个构思 也不能就是说就是快旗赛 那么质量呢就不好 这不一定 那么尖这个的话呢 对白旗呢发动冲击 白旗呢稍微有一些难受 如果简单的爬的话呢 那么黑旗冲啊 白旗这个补的话呢 这里明显呢 以后呢有个这个冲断的这个味道 嗯 虽然涨湿呢可能不行 那这个还能张上 但是呢以后这个鱼味啊 还是非常的这个讨厌 所以白旗呢 这个硬呢总是要被黑旗便宜 所以干脆呢 这个锦商呢选择了仿击 直接靠 再装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黑旗呢不好装啊 如果装的话呢 那么白旗再走 这样呢 白旗这个纸啊 反而把黑旗呢走中了 不好补啊 补在外面呢要被滚打 补在这里呢以后还欠一手啊 所以黑旗呢就干脆吃 那么白旗再打吃啊 这样白旗防住了这个黑旗的冲击的同时呢 还把这颗纸吃掉啊 这个木树上呢是有收获了 当然不好之处呢 就是说把黑旗这里呢给走厚了 那么黑旗厚了以后呢很显然在一阵头啊 对这块白旗呢发动这个进攻 不过虽然呢对白旗发动进攻 白旗呢也是有这个有备而来的啊 这个就是对上面这块姑旗呢 它处理呢 这个也是有所准备的 接下来呢白旗首先这部旗下的呢 非常的漂亮 跳 形状的要点啊 这个显示出这个非常深厚的功力啊 不愧日本旗堂这个第一人啊 跳这个呢 相比如果说是普通的打一个啊 这个就有点熟了 那么呢黑旗肯定抢占了这个斑章 那么斑章以后呢 黑旗这一块啊就都处理好了 白旗呢这个外面呢 由于有断点还得继续补齐啊 那么补完这个以后呢 嗯在这一带以后黑旗呢 还可以对白旗继续呢 发动这个冲击 白旗呢不是很舒服啊 白旗这个处理起来呢不是很舒服 那么跳一个啊 不给这个黑旗底下这个眼位 这个黑旗呢 这个有点被逼无奈 只能呢跟着白旗的这个步调形旗 因为黑旗是没法脱线的 没有办法脱线 这个如果脱线的话 白旗冲 冲完铺啊 这个是常用手镜 然后再一段 这个尾巴掉了 是接不归 这四个纸 这四个纸是接不归掉了 这个当然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打吃一下也没有用 所以黑旗呢肯定不能脱线 必须得走 那么走的话呢 尾区的粘上当然也不能考虑 因为你这个尾区粘上以后白旗一粘呢 由于这里是一路度过啊 以后被白旗一冲呢 这个地方等于没有 这一木旗都没有啊 以后呢还全得粘回去 这个脚上被搜刮的还是比较厉害的 比较厉害的 这样呢肯定黑旗不肯 所以黑旗呢也只有冲 因为反击 白旗斑 黑旗当然不能打吃 打吃被白旗滚打完了一冲 这个就是说是不行 那么黑旗呢 只能挡住 白旗吃一下 现在就是说呢 黑旗由于这个地方啊 实际上可以看住这个样子啊 可以看住这个 由于这个地方是一路度过啊 等于黑旗呢 必须在上面 确保一只眼位啊 确保一只眼位呢 才能把这些都变成这个木啊 不然的话一旦没有眼呢 首先局部啊 就是说这地方木树全没了 而且还关系到脚上的 这个死活啊 因为这边没有眼的话啊 白旗以后一尖 尖完这一点 这个脚上是 还是个金贵脚啊 这个四死死活啊 还得且得头疼一番 木树呢就更提不上了 白旗最不济的话 和黑旗走个双活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说黑旗一定呢 要在上面 确保一只这个 确保一个眼 这样的整块旗呢 一个是活了 第二个木树呢 才会稍微多一点点 白旗这时候粘上啊 白旗当然现在不能粘下面 这个这个段打出来了 那么黑旗呢 也必须把这一颗子吃掉啊 那么白旗现在啊 虎一个啊 这个呢整体一下子呢 这个形状就变得非常的厚啊 也是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啊 结果 如果就是说是虎一下的话呢 应该来说这个旗啊 这个白旗啊 这个白旗我们可以说它是这个自估啊 就可以说呢是成功了啊 自估成功了 应该是一盘不错的这个旗啊 那么嗯 但是啊 在接下来的进程中呢 虽然是快旗啊 但是锦商啊 给了我们一种完全不同的这个思路啊 完全不同的思路 也可以说是下的是非常的漂亮 属于这个在这个战斗中啊 可以说是这快旗赛中的一个啊 精彩的这个构思 我们来看看白旗 他的想法又是什么样的呢 来看一下 刚才也提到啊 如果谈谈真正的虎一个呢 这个整块这个孤旗 马上就处理好了啊 就是说本来跑孤旗是很辛苦的 那么呢 就马上一虎就可以处理好 应该来说可以松一口气了啊 但是白旗呢 这个思路呢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啊 他这块孤旗啊 并不闻不问 抢先挂脚啊 这个抢大厂 这个呢 可以说一种 就是说比较让人这个 有点这个吃惊的啊 想法 而且是在30秒一步啊 这块其中呢 能够发现这种思路啊 这个是确实是不容易 那你不虎的话 黑旗这个点 当然是啊 必然的意思 这个也是个好点 你也可以说是手脚啊 也可以说是攻击 这个白旗啊 那么被一点以后 首先白旗肯定不能沾啊 这一沾就是有点太笨了 黑旗就藏出来啊 整块旗啊 就是说 白旗这个眼位呢 不足 要处于呢 黑旗的这个猛攻的当中 那么白旗在这里啊 接下来呢 这个又是走出了精彩的一步旗啊 那么我们提前呢 就是告诉大家一下 这个啊 谜底似的啊 这白旗 其实呢 在挂这个 的时候啊 也就是完全可以一手 把孤旗补好 我们已经说过了 但是他现在呢 不去补 而在挂这手的时候 就产生了啊 把这个 一大块孤旗啊 随时准备弃子的想法 这个是确实是 让人就是说 难以这个 琢磨的这个思路啊 就眼睁真的 马上就把它处理好了 在离这个 处理好的最后一步之前 突然想 把它弃掉啊 这个想法是 一般是常人很难琢磨到的 那么当你 点的时候 白旗在 防点啊 这个是 和这个挂脚啊 可以说是漂亮的 一个连贯的构势啊 这时候呢 就是说这个 黑旗呢 也没法退让 也没法退让 如果黑旗只是爬啊 只是爬的话呢 白旗就压住 那这个白旗的旗形呢 就一下子全变好啊 全变好 你吃这一颗子 是价值很小啊 那么这黑白旗外面呢 走的就是说是非常的厚 你还得顶住 白旗呢 就算跳一个也可以啊 这个整体这个 一下子全连通了的话呢 都要成为一道这个外事了 这种 而作为脚上呢 由于这里还有个段的余位 以后被这个 白旗再一点的话 这个 黑旗这个还是非常的 心痛啊 这个脚的木树是急剧的缩水会 而且白旗厚了以后呢 那么外围这块黑旗 以后有可能反过来呢 就是说呢 被白旗进行这个攻击 这个黑旗呢 肯定呢 不行 所以黑旗在这里 也没有办法呢 再进行退让 再进行退让 那致必呢 就要冲出来 那就冲出来 那么冲出来的时候 白旗下得非常的强硬 贴下去 这个呢 准备把这边舍弃 取脚 取这个脚上 那么黑旗接下来斑 这个斑呢 是一个局部的这个要点 斑式局部的要点 如果你往下走 那这个头呢 被白旗藏出来 这个黑旗啊 就相对来说 明显就是说要 出头不畅 你再这么出来 这个头啊 被白旗 这个搬在里面 你再走的话 这个头完全是被白旗摁住了 这黑旗肯定不好啊 即使再去吃 也变得会吃得 非常的小啊 也变得非常的小 那么所以 这个头一定要抢 那么抢这个头的话呢 白旗就顺势爬回 黑旗 这个当然要装上啊 这时候啊 白旗虽然能接上 但是这个不能走啊 如果又接上的话呢 还是回到了这个老路啊 还是呢 这个就是说是回到了这个 去做活的老路啊 那么这个被黑旗啊 这么就算简单的顶住 你补呢 黑旗就算靠住啊 这样呢 白旗底下呢 还是一个后手腕 整块旗啊 依然是处于被 黑旗啊 攻击的范围 那么白旗这个前面的构式 完全就是说 有点乱了啊 这个 不连贯 所以白旗这时候 虽然能连回来 但是肯定也不连 它要斑断啊 它要对这个脚上 发动冲击 黑旗断 白旗呢 就虎 要刹脚 当然现在呢 黑旗是不能这个去 把脚上救活的啊 虽然明摆着有个冲出来的毛病 但是这个呢 也不能走 因为冲的话 那你外面这四颗子啊 就死了 这个虽然冲出来很愉快 但是这个被白旗一跳啊 这个白旗不用走 这单关直接从外面 把你这个四颗子吃掉 这个黑旗也是明显的呢 这个不行啊 也是明显的不行 那么这时候黑旗呢 也是属于是 有点这个被白旗逼的 被逼无奈吧 我们可以说是 有点这个 被逼无奈啊 只能呢 去断一个啊 去断一个 这时候呢 也不能像刚才一样 靠这个啊 注意刚才这颗子是在这里的 这个位置不一样的 如果你现在还是去靠这个啊 由于这个 指的这个位置不一样 白旗以后这个贴呢 等于是先手 是吧 你不能被它搬死啊 这两个呢 等于是白旗的这个先手权利 同时呢 白旗啊 以后呢 还有可能长王以后呢 顶这个 那么白旗呢 肯定就是说 可以保留这个先手权利 然后呢 直接呢 非这个啊 这样黑旗这几个子呢 已经呢 就实际上呢 是出不来了 跑不掉了 黑旗这几个子 因为它这个是先手 是吧 我们这个 它暂时可以不交换 那你靠呢 它就这个斑 这个黑旗啊 实际上呢 已经跑不出来 跑不出来 而跑不出来的话呢 你要再去断了 跟里面刷器呢 这个白旗就算顶住啊 这个黑旗气呢 也不够 气也不够啊 这个就是说 黑旗呢 还是不行 所以说呢 黑旗现在是不能 不能靠这个 那么只能呢 被逼无奈啊 在白旗的逼迫下呢 去把这个断开啊 去杀这块白旗 那么都进行到这了 白旗当然呢 也呢 就是说呢 不会轻易的再去逃跑啊 那么既然呢 已经准备转换了 嘛 这个准备弃子了 那么呢 这个就要杀黑旗的脚了 但是杀黑旗脚的同时呢 白旗也没有急急忙忙的啊 就是贴一个 这个呢 基本上是能杀到 现在黑旗当然不能靠 如果你长的话呢 这个一跳 这个局部来说啊 肯定是白旗把黑旗杀了 但是你这么简单的走呢 被黑旗外面 先借用几下的话呢 哎 那么这样黑旗呢 就可以吃的比较舒服的啊 把白旗这一大块 给吃掉啊 这里还有一些这个先手的借用 那么白旗这时候啊 又走出了一步 旗行的好手 那么就先点 哎 这个是形状的要点 他呢 逼迫啊 这个黑旗来 去 哎 让黑旗搬白旗的忙 这个呢 就明显比直接去贴这个 就要高明的多啊 因为这两步呢 哎 应该来说是黑白旗啊 强壮到了形状的要点啊 这个呢 嗯 留下了种种的味道 这样呢 比较好 那么等你黑旗虎的时候 白旗再一虎啊 吃掉这个大脚 这个大脚的木树啊 收获也是非常大 对于这个中间来说呢 这个 白旗啊 这个 还有一些这个鱼味啊 黑旗吃白旗呢 也得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小心 斑是看上去的一手啊 现在等于是黑旗必须把白旗吃掉啊 因为白旗已经得了这么大一个一个脚了 这个斑呢 看上去是好像是自然的一手 不过呢 这个得小心 把小心白旗顺势一斑啊 那你再走这个的话呢 这个白旗呢 可以数顶啊 数顶完了呢 再 帮助啊 这个白旗呢 就有眼味 同时以后 由于白旗贴这个完了以后呢 马上就产生了这个断点 这个黑旗的包围圈啊 就是说呢 并不这个严谨啊 并不严谨 这样黑旗呢 并不太好啊 杀白旗 所以黑旗得小心翼翼啊 这个吃白旗你也得小心翼翼的 那么黑旗在这里啊 高尾也是下得非常的仔细 小剑 对 这个是 嗯 从杀旗的角度上来说呢 是这个 嗯 好手 好手 这样你如果再走什么啊 那么我就这个再帮助 这个呢 呃显然白旗在里面折腾的空间呢 就非常的小啊 那么白旗这张也不能要了啊 他本来呢 也没想要 白旗走的是斑 这时候啊 这个 这个黑旗呢 呃 一看呢 就是走这个小剑 把白旗呢 吃掉了 吃掉了 但这个 吃掉呢 呃 虽然很诱人 但是这部旗呢 可以说呢 还是有一点这个 呃 缓了啊 这时候黑旗呢 可能最顽强的呢 还是应该护住 啊 虽然这个 里面啊 确实是 比较的这个 麻烦啊 因为白旗 一贴以后 你呢 并不能啊 从这里 吃 现在可以吃出来了 那么只能吃这个 这样确确实实呢 这个底面 比较这个 麻烦啊 不太好 不太好刷 感觉上 这个黑旗啊 不敢冒这个血 不敢冒这些 这样呢 局部白旗没活 但是这一段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这个 特别是在快旗赛中啊 这个 比较这个复杂 因为这个战斗呢 黑旗的风险很大啊 白旗死了的话 可能还能弃止 白旗一活了的话呢 黑旗就输了 所以黑旗呢 没敢冒这个血 但是呢 呃 从事后棋局来看呢 这个黑旗或许呢 应该呢 这样冒这个血啊 争取呢 大吃一点 这个白旗啊 争取 这样呢 或许才是 才是这个 呃 真胜 就是说 按照旗局来讲呢 还有 因为这里有个打吃虎的手段 这个白旗能不能吃掉黑旗啊 也还是有点乱 实际呢 黑旗啊 没有感冒这个血啊 看到吃掉白旗呢 就赶快呢 就赶快呢 先拿到手 心里踏实啊 他就小坚一个吃掉了 不过呢 这个已经可以说是完全是 在这个 锦山的啊 这个控制之中啊 这个就完全是这个白旗的这个掌控之中吧 可以说是 白旗的目的 也就是啊 想通过 让黑旗吃掉 这个 这块 也可以说是大龙吧 这个 通过气质呢 把这个 在左边呢 获取很大的湿地 那么这个黑旗小尖啊 稍微这个 软了一下 那么白旗呢 自然就算了 打吃 这个只能沾上 由于黑旗这里没有虎出来 那么被白旗这一退 退了以后啊 这边横写了 一下子就形成了这个大空 而且这个 这块空呢 基本上一下子 可以说是成为了实地啊 成为实地 因为 这个退了以后 马上白旗这个地方要冲断 是吧 马上要冲断呢 作为黑旗来说啊 还是需要去补 那么黑旗还需要断 白旗就退 那么断一下 虽然补了这个 但是呢 又必须得走 你不走的话呢 这个白旗一吃 黑旗不敢跑了 如果一跑不行 你跑它就要吃 吃完这一张 这里产生了一个断点 当然我可以先压两下 这个呢 产生了一个断点 不行 那么如果我吃 你只能连回去的话 那白旗呢 我已经呢 是先手便宜了 这个提 暂时就可以不着急 你及时跑呢 那么这两个交换 也是大便宜 这里白白的多出 两打的先手来 所以呢 当白旗退的时候 黑旗在这里 还需要呢 压一个 补自己的毛病 那么你压这个呢 白旗自然这个 一退 那么 随着这个压的越来越多 这个白旗自然 这边呢 就是说可以成为了实地 然后黑旗继续压一下 这个其实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必要 因为不压 被白旗这一拐的话 这个里面的味道呢 还是不是太好 因为白旗以后 这里有靠的手段 你不能搬了 搬它这一段 这个是先手 你要补呢 它这个 从这边退出来 有可能跟你这块对杀 你收气你也吃不消 你走在外面呢 白旗依然可以呢 扭断 扭断 这个味道 有了这个子以后 这个 你也不能打这个了 这个一吃 一吃 这个还是先手吃 这个呢 肯定不行 所以呢 走完这个以后 黑旗还需要压一下 那么白旗一退 这边呢 就可以说宣告 完全呢 成为实地 那么从这个挂开始 到此为止呢 白旗通过 成功的通过这个弃子 啊 那么呢 获得了这个局面 明显的这个优势 啊 呃 简单的这个 总结一下 我们看看黑旗吃了多少 啊 这个双双站 这个双双站 这里是两幕啊 八幕 九 呃 两幕 这个八幕是十幕 十一 五个字 二十一 二二三二十五 二六二七 二八二九 三十三一 三二三三四 三五三六三七 三八三九 四十一四二 三四 四六 十七四十八 五十木旗啊 就是黑旗收获了这个 五十木旗左右 啊 呃 看上去确实是挺大 但是反过来想看 我们来看看白旗这个啊 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二十二 二三二十二五 二六二七 二八二九 三十 四十五十 啊 这个加上这里的话 又还有五十多了 就本来这边白旗什么都没有的啊 如果就当纯的补一个的话 黑旗还有个腥味 那么现在实际上的白旗啊 看上去只吃了两颗子 黑旗吃了白旗这么多 啊 但是白旗通过这个巧妙的 弃子的构思啊 白旗一算账呢 白旗所得的这个木树 比这个黑旗这一块 实际上呢 还呢 要稍微呢 多一点 还实际上呢 还稍微要多一点 那么 同时呢 白旗也甩掉了包袱啊 没有了任何包袱 还消除了黑旗 新位一个子的这个威力 可以说白旗呢 明显的取得了便宜 同时呢 这个整个旗全局啊 也可以说是这个白旗 大优的这个局面啊 大优的局面 那么 锦商在这个快旗赛中啊 能够就是说 有这么巧妙的构思啊 在一块姑旗 马上就要补好了的情况下呢 突然啊 这个思路一转 这个呢 转为把这个整个姑旗给弃掉啊 获取这个脚上的实力 进行这个转换 那么呢 也是非常的 这个下的是非常的这个精彩啊 这个确实是 那么 呃 这个在这个局部的战斗中啊 这个白旗的思路呢 确实值得我们这个好好的这个学习啊 值得我们的这个这个 好好的学习啊 那么白旗呢 已经是大优的这个局面啊 但是有时候啊 这个 呃 事情啊 并不是想象的这个那么 呃 完美啊 这个这个 我们可以猜到了这个过程 但是呢 没有猜到这个结果 呃 虽然锦商 这通过这个弃子啊 获得了全局大优 但是呢 由于在后半盘中啊 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失误 这个最终呢 锦商与泰还是 输掉了这盘棋啊 输掉了这盘棋 这个也是可以说是快棋赛中的这个一种一种魅力吧 就是说呃 不到最后就是你不容易猜到这个结果 但是结果虽然输掉了 但是呢呃 白旗的整个这个气质的构思 还是呢 非常的漂亮 值得我们的学习 好的 今天的棋局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赛